前天我們購置 AZ疫苗的58萬劑已經到貨 而我們的國產疫苗 也通過傳染病防治諮詢會 預防接種組的審議 並列入公費施打 開始開放民眾登記預約 兩天就已經有62萬人選擇登記 在疫苗接種的時候 我們很感謝地方政府 跟第一線的醫護人員的辛苦 不過也要再再拜託地方政府 一定要按照預約系統 照順序施打疫苗 因為如果另外開施打 另類施打 或者不照這個預約順序 或者不照這個作業程序來做 再多的疫苗都不夠 都會亂的事順序 所以請指揮中心再呼籲 再告知這個系統 預約系統現在運作良好 也謝謝地方政府 跟施打醫護人員的辛苦 請按照這個預約系統的順序 這樣的施打才會非常有序 到昨天 疫苗登記預約系統 已累計超過1100萬人 登記預約 而全國疫苗的接種率 在中央及地方齊心協力下 也已經突破30% 遠超過原定7月底 25%的目標 相信隨著各方疫苗的陸續到貨 我們的疫苗施打率 很快就會迎頭趕上 讓我們國人更有保護力